好,同学们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题目。 一个绝缘的细线,长度是R,一端固定,一端记着复电,复电圈起来。 那质量为M的小球,在一个向右的均匀电场中。 好,那他说,其所受的电力是重力的四分之三倍。 那从A禁止释放,请问获得的最大动能是多少? 来,这个又受到重力,又受到电力,它的平衡点呢,会在这里。 为什么在这里呢? 为什么知道在这里呢? 来,那是因为,它受电力会向左边,它受电力会向左边。 那重力呢,会朝下,重力叫做Mg,重力叫做Mg,那电力呢,叫做Q1。 这个Q1呢,跟这个电场方向相反,复电荷受电力跟电场方向相反。 那这个电力,它说是重力的多少倍? 四分之三倍,这个四分之三倍,好,所以这个我们就说四分之三Mg,对不对? 四分之三Mg,那我们就把这个重力跟这个电力,干脆合成一份新的重力。 这个新的重力,我们就称作四重力,这个四重力呢,像这里,四重力,我们像这边。 这个叫做Mg+,Mg+,那四重力,要跟平衡时的张力等到反向。 要跟平衡时的张力等到反向,好,我们大概,好,让它等到反向一下,好,比较好看一点。 这样,好,来,尽量的,好,来,那这样是4比3,所以这个是几度? 这个是37度,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它要平衡的话,它会以这边当作新的平衡点,新的平衡点。 也就是说好像把你的头歪一边一样,这个地方好像变成新的坠底点,这个变成新的坠底点。 那这边就有一点类似好像是从把单白拉开一个微小的角度一样。 那我们把它想成,如果我们这边单白,这边是受重力的话,这边是真正的重力的话,你拉开到这边,你再放手,它会加速加速加速,到这边会最快,这边动力会最大, 也上去的时候又变慢,所以重力场如果朝下,这边会最快。 OK,那现在好像是新的重力朝这边,新的重力朝这边,如果新的重力朝这边,它新的平衡点在这里,新的平衡点在这边。 那有点类似你从这边拉开的角度,它会过来变快,再上去变慢,它就会变快,然后再变慢,因为新的重力已经朝向这边了, 这边是新的最低点,这边是新的最低点,所以我们就,我们就怎么做呢? 我把重力变成一个新的重力,那这边是新的最低点,那这边就是新的重力位能凌位面, 这边就是新的重力位能凌位面,那这个位能是最低的地方,好, 好,那这边呢,好,从这边放开,那过来的时候,它就会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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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加速把这个位能差送给动人,把位能差送给动人, 那我们来看一下,这边是37度,这边就几度,这边就37度, 那这个37度,这边90,好,来,头歪一下,就知道了,这边37,这边R,这边就五分之四R, 那好像是高度牵直下降了五分之一R,高度牵直下降了五分之一R, 看得出来哦,歪一下,五分之一R,哎,我跟着歪了,好,这边呢,下降了五分之一R, 所以,这个位能下降了MG五分之一R,那动能就应该要增加, 就动能就应该要增加位能的下降量,MG五分之一R,对不对,五分之一R,对不对, 是不对的哦,为什么会这样,因为那个G,已经变成一个新的G了, 所以这要带G'所以未能下降MG'乘五分之一R, 那动能就会增加这么多嘛,可这个G'是多少,来,你们看一下, 这个是3比4比5,所以MG'是新的重力, 它是四分之五倍的MG,也就是说,G'是四分之五G, G'是四分之五G,带过来,G'是四分之五G,带过来, 好,四分之五G,来,这个五跟这个五消掉, 那这样就算出来,叫做四分之一MGR就可以了, 好,那一般呢,这个算法都是用这个电位能跟中立位能, 然后呢,来算的,但是如果你这个东西啊, 你把它想成一个新的重力来看的话,会比较顺一点, 好,本领答案选谁,本领答案我们选A,接好了,